盐水区公所于113年10月23日星期三上午11点20分 在盐水区公所三楼礼堂举办 张浸丁书法各展汉墨飘香开展仪式 邀请书法家张浸丁先生开展 一郎从113年10月23日起于本所二楼 一起相投一郎展出书法家张浸丁的末宝 本次展览将展出其创作的十余幅书法作品 涵盖多种书法风格 从端庄古朴的传书到奔放的草书 展现了书法家张先生对于书法的热爱与追求 也让前来观展的民众可以感受到 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及深刻内涵 台南市盐水区长陈文奇表示 大家好 我们在今天10月23日 11点的时候 在我们公所有办一个张浸丁书法展 张浸丁老师他的书法非常漂亮 他在退休之后他才开始专研书法 每一种的字体他都写的灵活灵险 然后他也不嫌弃我们在盐水公所 我们在二楼的艺朗不是很大的空间 但是他来做他的展览 那我们也很高兴 因为我们希望把这个地方的艺文 地方的艺术家他的艺文气息 带到我们整个盐水区 让他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渲染 让我们盐水真正变成一个有深度有文化一个地方 所以也欢迎大家11点 来我们公所来参加我们这个张浸丁书法老师的一个书法展 也可以每天在我们公所上班的时间 礼拜一到礼拜五 八点到下午五点半 都可以来我们公所来看这个书法展 也谢谢大家 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谢谢 区长陈文奇指出 此次书法展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及欣赏书法艺术的机会 届时书法家张先生亲临现场 为现场来宾及民众分享其创作理念 并进行互动交流 本次展览期间至114年1月22日值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多多来本所二楼一起相投一栏看展 一起来探索千姿百态的文字艺术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